-кими-印星 时诚 事情 会上 这里 让我退终 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然后我们今天要对谈 关于我们的人生 非常快速的要远视彼此 成品出给我们的难题 但蛮好玩的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两个就是到刚下午的时候 还在互传一些讯息 关于对对方的观察 听对方的歌的感想 也算是托成品的福 是 没错 对 要快速的认识你 就是对我来说 我可以很快的认识正宜能是一件 还蛮幸福的事情 因为今天下午算是 听了你三张专辑 然后是认真听 之前其实就有听过 然后又发现其实 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是真的会有一些 人生阶段的不一样 而改变的语法 还有在音乐上面 各方面的不同的表现方式 嗯 对 然后我们要直接进入正题吗 还是 好啊 好啊 诶 等一下 大家好 他是蔡美佑 哈哈哈哈 我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是盛宁童 大家好 我是蔡美佑 今天是我看到成品算是最热闹的一次 因为好多人哦 对啊 对啊 然后又有表演这样 而且而且很方便就是 这样听完就转过来就可以了 听他讲话 四面台的感言 对对对对 好 好 嗯 让你先 我先吗 好啊 好啊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因为成品生日嘛 所以我们要来聊聊这个 就是人生的进程 然后为我们两个 就是他大我一岁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超过三十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来聊聊 三十岁这个东西这样子 嗯 对 现场超过三十的 呃 现场没超过三十的可以举个手啊 啊 蛮多的耶 对啊 所以大家其实是真的是因为这个题目而 为了这个题目而来 你真的想知道成品是会怎么样的吗 对对 就是有很多困惑 哈哈哈哈 好 不然先让你说说你在求学时期 呃 你是舞蹈班嘛 对 那在求学时期的 我很好奇 因为我我我只知道美术班在干嘛 嗯 然后我只知道不是音乐班 我知道音乐班在干嘛 可是我不知道舞蹈班 嗯 呃 日常是什么 我们日常就是 噢 先前行提要一下 您又会这么问 是因为我高中是舞蹈班 然后他是音乐班这样 嗯 对然后他后来念音乐系 我后来跑去念中文系 嗯 那个舞蹈班是一个 嗯 首先就是多半多半的人 多半的组成都是女生这样 对对对对 但是还是会有男生的学生 只是很少 所以这是一个 我就是活在一个女性社会里 我也是啊 音乐班也是 哦 真的吗 我们男生都真的就是几只而已 那种四五个 然后整班都是女生 哦 好像美术班也是这样 对不对 我不知道 中生高中没有 中生高中美 中生高中美术班的男生蛮多的 哦 哦 嗯 我知道现在他们都会跑来投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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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就是 你们跳舞太好看了 嗯 谢谢 跳来投看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阶段是一个 嗯 就是 舞蹈是一个 我们 我们我们 我应该想要怎么讲 比较优雅的 就是我们就是穿的比较少 这样 哈哈哈 讲好久哦 你要说这句话 哈哈哈 讲好久 哦 因为那个是一个 大家都在认识自己身体的阶段 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其实每天都上课 上到上学科课 到中午十二点 那基本上有一部分的课都没有在上 因为一心想着 接下来舞蹈的事情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就会 嗯 就是 做自己的事情 或是睡觉 对 就是 就是 嗯 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示范 但总之 一切的心思都会花在 接下来下午 我们会连续跳 大概 六七个小时的舞 这样 中间是不只 大概只有休息十分钟 对 那六个小时是因为 整个结束之后 我们还要排舞 这样 所以就是一路到晚上八点 我们就一直在动 然后全身都是喊 然后各式各样的 有那种 就是一整堂课 你就觉得你脚没有停下来的那种 就五公克 呃 就是一些身段 五公身段 对 对对对 然后因为五公克是很难的 因为它会有一些 很 就是很硬的技巧 就你一定要百分之百达到那个样子 你选舞蹈班 是你选择了吗 对啊我选择了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跳舞 我从小就是 我什么事情都想做做看 但是舞蹈这个东西 其实 一开始很 很意外 因为 我的小时候的肢体 语言 不太好 就是我走路会内拔 嗯 那 那 我姑姑那时候就是 劝我妈说 不然你带他去练舞看看 对可是其实舞蹈班很贵 就是舞蹈教室很贵 所以那个是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你要下定决心 才能够花的钱这样 对所以我妈就先带我去看了 那个 舞蹈表演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 云门舞企的 《流浪者之歌》 哦 就是第一次看了 那个 舞蹈表演 然后我就在现场觉得 天啊这什么东西 我从此之后就立志成为一个舞蹈 成为想要站在那舞台上面 用很安静的方式 可是 就是 就是把我的肢体展现到一个极致 我想要挑战我肢体的极致 嗯 但是 嗯 真的进入到舞蹈班的时候 其实 很多时间你是在 就是 你到到达那个 你可以开始往极致前进的路 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 你只是在跟自己 就是 比如说拉筋 然后不断的哭 对啊 很痛 然后一直喊叫 是拉筋 就是 就是 就是你要把脚 脚到最开 然后或者是脚要举到这 对 所以那是一个 然后我的柔软度很差 所以 是一个很 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过程 每天都在怀疑自己 你后来不是就 欸 后来有跳舞在 在荧光幕前 有舞蹈的演出吗 近期一次就是那个啊 就是 MV MV的舞蹈演出 但那个 像 以前跳的东西 比那个 MV里面的东西 难很多 这样 那现在就是 能够做到的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像在三十以前 就是在这个学生的 求学时期 你的基础 因为这样有打出来 然后 然后 你从 后来是写歌 当歌手 然后做 编剧 然后做一些 学戏作品 写书 其实我觉得 舞蹈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 艺术的其中一环 然后 我就会很羡慕你 就是可以 用你的身体去说话 这件事 对 因为像最近我在拍舞台剧啊 就是 真的是 你在舞台上面 如果你的线条的质感 是很好看的 那个真的是 大家会目不转睛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 挺羡慕的 你是舞蹈班 我们俩就今天都自己在羡慕来羡慕去 因为我今天才跟他讲说 我超羡慕他 他只有我弹钢琴 对对对 因为我不会 我是一个月礼拜七 对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 所有的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 但我们的人生当中 刚好我们两个 各自在 比较年轻的时候 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 那那个选择 导致我们在 到了 呃 就是 我们用这个东西 三十之后 对对 谋生到现在 对 但是我的不是我的选择 哦真的吗 对我选音乐是被逼的 就是被我妈妈 嗯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 我爸跟我妈相遇是因为音乐 嗯 所以我爸看到我妈在台上唱歌 然后累撒舞台登上报纸 然后 我爸就写信给我妈跟他讲说 哎你不要这样子啊 没关系嘛 一次比赛失败没有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通信就谈恋爱 然后就剩下了我 哈哈 对 然后 剩下了我之后 呃 因为 他们的结识是因为音乐嘛 嗯 所以 妈妈 爸爸就是很喜欢听妈妈唱歌 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所以在选择 未来的道路的时候 就是我替我们三个小孩子都选了音乐 嗯 所以我就从小就是其实一路就是在音乐班的体系长大 然后 我妈夸张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我回到嘉义那个乡下老家 一群的小朋友在那个院子里面 在那边哈哈哈哈 嘻笑打闹 在那边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就拿那个胡家放在院子中间在那边练琴 嗯 就整个是一个 没 算是没有童年的一个状态 然后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 我在这个音乐体系里面其实 吸收到很多 我算是好像是流进血液里面的养分 对 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你说你最近在 在看乐理的东西 嗯 其实 所以我们其实小时候的基础训练就有这些 然后就像你在拉筋啊 在练肢体 是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每天也都是在 我每天那时候花 最多是八小时在练小爱琴 嗯 最少大概两小时 然后每个礼拜还要去老师家 然后我都装定说 就是 欸欸 那个妈妈我头好痛我不想去上课 嗯 然后就是这样的日子 其实 让我养成了一个 自律的习惯 就是好像 我不会太 就是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不太敢放松自己 嗯 对 就是我觉得 虽然说我 念音乐班这件事情是被逼的 可是 它某个程度上 其实让我养成了一个 很好的习惯跟 质感 但某个程度 又让我 有一些 限制 嗯 因为 其实我觉得 学音乐 很多时候我们要看谱 练琴 那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 呃 老师 老师会告诉我说 欸 有时候 其实我会期待老师 让我是自由的 就是在音乐里面 看谱 学一首歌 对 可是 很可惜 我觉得 我在练琴的不能当中 其实因为那个被逼的 然后我妈 告诉我要怎么做 我就很乖地听话 这件事情 其实我就渐渐的 不太敢伸出我的 就是自由之手 去碰出一些想像 嗯 对 是直到 30之后吧 我觉得我才真的 就是 真正的 自由了 嗯 就是在 学习路上 对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好像是 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 就是不足之处 的事情 在我的学生求 求学时期 嗯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你没有叛逆期 我没有 我超晚的 我叛逆期大概到 二十几 28块30的时候 我才在叛逆 真的 好夸张 是不是 真的 那你那时候叛逆的对象 是谁 那时候 我妈 啊 对啊 欸 我爸有吗 我爸比较少 因为我爸不太讲话 嗯 对 就主要是我妈妈 因为他 他比较会容易 谁谁娘啊 嗯 然后 就是 对我来说 我在 每一个小孩在家长心中 一定都还是小孩 不管你几岁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已经长大了 其实 不用替我担心那么多 因为很多事情 我已经会 自己会担心 嗯 对 所以就是 就是一个 成长过程是一个 很顺遂的状态 可是也顺遂到自己 没办法好好独立 嗯 就是要自己 到了30 很晚才开始有叛逆起 然后到了30 才变成一个 自己会思考的人 对 那你当你开始发现 发现你想要自己思考 以及你会自己思考的时候 你的 你当下是什么感觉 就是 哦 那个要经历一段 很长的状态期 嗯 就是 我常常会觉得 别人问我一个问题 我回答不出来 其实 不是我 没有 那个问题的知识 而是我 不知道 要做哪一个选择 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然后自己要什么的 那个 过程必须要有 可是 我没有 就是 我的 从小的养成训练 导致我没有这件事情 我只是单纯想要一件事情 就去 就去做 可是别人给我选项的时候 我会不知道 哦 怎么办 所以在这样子的 状态里 就其实有时候是蛮痛苦的 因为别人就会觉得 所以你到底要选什么 你到底 在想什么 你想要什么 嗯 对当 我收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都觉得超痛苦的 因为 在那段时期 我就是 其实算是还蛮 否定自己的一个时期 就是 我不知道我要的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接受了这个挑战 会不会另外一个挑战的机会 就没了 对 所以 其实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矛盾 跟冲突 在我大概 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 三十岁之间 的日子 对 那